大家好,在进入秋季之后呢,我们很多花园的茶花都已经长花苞开花了 很多花园看到茶花开花特别鲜艳特别漂亮 所以都会选择去买一点茶叶花回家栽种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去买回来的茶花大家都会发现呢 它已经是带有花苞的 那么我们在买回家之后呢 要想让你的这个茶花花苞能够顺利的绽放 让它能够顺利的生长 而且不容易出现黄叶、掉叶、花苞脱落甚至是死亡的现象 那么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好这几点才行 首先第一个就是不要拒责换盆 刚买的玫瑞来的茶花呢 我们一定要让它先带圆土先养护一段时间 等到你的茶花已经适应了这个新的环境之后呢 我们再来考虑给它换盆 而且换盆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要伤到它的根 那么这是第一个的注意 刚买回来的时候一定不要急着给它换盆 这件事是坚决不能做的 那么第二件事呢就是你的茶花买回来之后啊 一定不要给它强光直射 刚买回来茶花呢 它是有一个慢慢适应环境的过程 这个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把它放在一个阴凉通风的地方养护 这个时候直接给它强光暴晒 它适应不了这个这么强的光照 就容易造成掉叶、掉花的现象 所以啊 刚买回来的茶叶花 我们要想让它能够顺利的适应新的环境 能够顺利的生长开花 我们就一定不要着急给它换盆 也不要给它强光直射 这两件事是坚决不能够做的 然后我们后期呢 给它适当的栽一层屋 一些花蕾给它减薪负担 然后呢 给它一个适应生长的环境 等到它慢慢适应新的环境之后呢 我们后期再正常养护就可以了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